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6月22日 星期四 來到晚上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首先又遲到 今次到天水為流浮山 現場消息如何 嚇倒不少市民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一邊說 二通行又好像有些論盡 有車主被人收錯錢 客戶服務亦有回應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一邊說說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池都單車男子在流浮山落網 遊走天水圍 嚇襯街坊 警方接獲抓人檢取開山刀 報道的內容提到 天水圍出現遲到的單車男子 在今日 6月22日4時多 警方先後接獲兩宗報警 有市民目擊有一個年約40至50歲的單車男子 手中持有利刀 在天井路 天華路 天瑞路附近一帶的單車徑遊走 警方趕到現場搜索 就在流浮山香口村外接獲一名涉案男子 並在他身上檢獲一把懷疑的開山刀 藏有攻擊性武器 拘捕了男子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又遲到 今次是到流浮山 據報這個人遲到 亦踩單車 沿途市民見到嚇到 於是報警 為何會遲到 暫時未知 若然遲些才抓到他 會否有其他事發生 即不得而知 還是那句 各位老友記這段時間治安一般 和刀的案件愈來愈多 多家保護自己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紅磅毛湖街私家車路租心突然起火 消防到場救息 報導的流氓提到 今日6月22日早上11時20分 紅磅毛湖街63至69號的兆寶角對開 一輛私家車在馬路中心突然起火 冒出大量農煙 消防接報港底將火救星 私家車的車頭和擋風玻璃都被燒毀 事件當中無人受傷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近期好像每天都有一宗 不知跟什麽原因有關 天氣還是太熱 今天在紅磅路中心的私家車 逛逛逛突然起火 幸好沒有人受傷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的進展 有關伊利沙伯醫院走返事件 據報64歲的犯人 說64歲的犯人月額向家人拿錢 西九重岸到伊利沙伯醫院調查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據了解逃離伊利沙伯醫院的男子 姓譚 64歲 他昨天在九龍城裁判法院 就製作兒童色情物品和猥蝕侵犯案上庭 他報稱不舒服 在伊利沙伯醫院留醫 到今天 6月22日凌晨約摩4時 親住兩名負責看守的懲教員 斟水和去廁所 竟然掙脫手扣 奪門而去 護士發現隨即追上去 不過對方已經失去蹤影 姓譚的男子經病房後門樓梯 從正門大堂離開醫院後上了的士 並致電女兒說回八田村 聖田樓預所拿錢 女兒大意滅親報警 警員去到聖田樓附近兜截隔 並將犯人拘捕 身穿病人服裝的姓譚男子 上警車的時間 向警員表示 想回家 回家說兩句說話 我自己會去警署 你放心 並再三重申 我回家說兩句說話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說昨天在伊莉莎白醫院走返 據報這個犯人求助於家人 女兒大意滅親報警 拘捕他 而這個64歲的男子 涉嫌製作兒童色情物品 和妹涉罪被捕 說要回家說兩句 說哪兩句不得而知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有關二通行 自動付款失效 車主被追13日費用 差點被罰錢 客戶服務承認電腦系統有問題 報導的內容 提到不停車繳費服務 二通行實施 將近2個月 HK01事件不斷 有車主近日發現 他的二通行連結信用卡 自動付款功能 自從6月9日開始失效 過去13日 合共20次 行經隧道都未能自動付款 貼近賺錢 14日就要罰錢的臨界點 立即繳付所有欠費 各位車主 向二通行客戶服務中心查詢 獲告知是由於電腦系統出現問題所致 並指近期有不少同樣的情況 由於他每日行私稅兩次 接獲的行車記錄通知太多 不會即時查閱 既然那間公司已經知道出現問題 為何不主動公佈以提醒市民 翻查繳費是否成功 HK01正向二通行和運輸署查詢 引述來自HK01的報道 各位車主問得對 既然你明知道自己系統有問題 為何不公佈 告訴市民可能最近收錢系統有問題 大家檢查一下 免得被罰錢 即是被他罰錢 原來調了自動繳費 也沒有繳費 車主打電話去到二通行的客戶服務中新聞 才知道電腦系統出現問題 至今都好像未解決 HK01正向二通行和運輸署查詢 各位司機大哥 若然是用二通行的 基本上都沒有選擇 現在是要用二通行的 若然用二通行 留意一下 究竟近期有沒有被扣錢 若然你沒有被扣錢 超過14天的話 便罰你錢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深水埗唐樓單位漏水傳來異味 揭發超過20隻貓 居於惡劣環境 報道的留言看到 今天6月22日上午近8時 深水埗福華街134號 一名唐樓住戶報警 指樓上單位漏水 沒有人應門 擔心有人運低 於是通知管理處 關水喉並報警求助 消防到場 破門入屋 發現單位沒有人 但超過20隻貓在裡面 環境惡劣 愛護動物協會應召到場 帶備籠等工具上門 將貓仔帶走 作進一步檢查 案件裂殘酷對待動物處理 現場消息指 高層單位約700呎 裏面有超過20隻貓自由走動 滿煲雜物環境惡劣 相信是有義工收留 暫時未知有多少隻新環 已經聯絡業主了解了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為何會弄得這麼淪盡 這個唐樓單位漏水傳異味 才揭發 有20隻貓在裡面 不知道是否被困 在房內自由活動 不過可能是斷水斷糧 現場環境非常惡劣 現時未知是甚麼事 是誰收容 是否是義工還是怎樣 暫時未知 另外亦都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學校私家小巴是否可以拍咪錶位 港南提問被寸說沒有位拍 找人出氣 究竟答案是怎樣的 報導經內文提到 事主在Facebook群組馬路的士討論區發帖文 附上照片見到學校的小型 校巴拍在咪錶位置 好奇問 學校私家小巴可以拍這類的錶位嗎 照片可見 有一格黃色的學校小巴 拍在路釘式的拍位裡 網民爆笑說 你沒有聽過 只要你不拍 拍的就是別人嗎 也有人說 何必這麼執著 所有車輛小巴都是最難找位拍的 也有人 也有人說 這些就叫做吃飽飯 沒東西做 喜歡公審人 這樣說 但也有留言認為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就說其實不要說事主小器多事 因為我相信不只他一個人不知道 我是其中之一 有熱心的網友就解釋 學校的小巴的確是可以這樣拍車的 一般P字牌的拍車位標誌 指公中型 重型貨車 巴士 電單車 和單車以外的車輛停拍 換言之 輕型貨車 和小巴都可以拍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話說有個港男行經這個停車場 看到的小巴拍了咪錶位 這些咪錶位通常是拍私家車的 他看到就很不順氣 於是拍了照片 放上網 想公審 就說可以這樣拍嗎 結果原來可以這樣拍的 加恩這一類輕型貨車小巴類 看到P字牌的拍位一樣可以拍車 結果這個事主被人串到一動都沒有 我是曠聖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